新北市是新增了11个 新北市长侯友宜召开记者会 证实疫情持续扩大 其中树林科技厂群聚案又延烧 连续两天都出现双位数确诊 从指标格案22556的越南籍移工之后 又发现和他同宿舍的9人确诊 隔天再新增10例都是科技厂员工 到目前已经累计20人确诊 还包括来自新北以及桃园 除了树林科技厂之外 中核和三重分别出现了感染源不明的个案 新增的案22639是终合20岁男性 接种了三剂疫苗 确诊CT值达到17.2 三重30岁女性列为案22701 接种过两剂疫苗CT值也只有12.7 其中案22639足迹遍布台北车站 台中高铁站以及左营高铁站 虽然中央放宽规定可以脱下口罩拍照 但侯友宜还是希望大家能不要拿下来 就不要拿下来 面对疫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欢迎订阅理工节新闻出报道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